本港新增5宗確診,包括在屯門兆禧院居住 懷疑帶有Omicron變種病毒的機場清潔工 患者在機場一個初步確診者 等待送院的專用洗手間做清潔工 列作和輸入個案相關 衛生防護中心星期四去了機場 採集了26個環境樣本,檢測結果全部是陰性 又安排了大約54個密切接觸者 或者家居接觸者去檢疫,暫時沒有人確診 而其餘四宗新增確診都是輸入個案 全部有變種病毒 另外本港新增7宗Omicron變種病毒個案 至今累計有41宗